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为了宣扬防治失烟税和反贪的理念 邀请儿童剧团来到桃园展演中心 上演以卓砍失烟又攒贪腐 携手创连能的为主题的小恐龙历险记 民众只要捐赠发票就可以入场来观看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赏剧 而透过精彩的表演 也让小朋友们学习到防治失烟和反贪腐的理念 小恐龙在台上手舞足蹈 透过精彩的戏剧 即使是严肃的教条也变得容易吸收了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邀请到如果儿童剧团 透过充满想象力的儿童剧 传达防治失烟和反贪的理念 等一下 各位老板 你那个烟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是吗 我说抽烟已经不健康 更何况是假烟 没错 假烟抽了 对身体的危害一定非常多 是真的吗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防治烟品 税捐陶肉 即反贪宣导活动 也就是左侃失烟 右斩贪腐 吸手创年人 这次活动的经费主要是健康福利捐 那么我们所调整的烟碎的这个增额将会全数使用在长照的益柱上 活动透过捐发票来取得进场资格 也将木来的发票捐给了弱势团体 除了台上的演出之外 剧团也透过互动来提起观众的兴趣 有趣的有奖争达和小游戏 把台下的小朋友是逗得乐呵呵 原来盖很章啊 就有这么多的礼物可以拿 那不是太好了吗 嘿嘿 赶快盖赶快盖赶快盖 不行啊 不行 我告诉你 我是一个公务员 你这样送东西给我 这个行为叫做贿赂 哦 哎呀 盖先生 你太严肃了 不过就是个章而已嘛 对不对 听好 如果呢 盖章 这是正确的事情 对的事情 那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收了你的礼物 收了你的钱 我再去做 这个行为叫做贪腐 哦 贪腐是不对的哦 一个部分就是防治丝烟 那当然基于健康的理由 我们是不鼓励民众来抽烟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 做一个反贪腐的一个宣导 那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 连人的政府 那我们今天把这两个概念 邀请了如果儿童剧团 将它融入戏码 小恐龙力险记 希望能够在这个潜移默化之中 把这样的一个观念 能够灌输到这个民众的内心 对于小朋友来说 太坚深的道理并不容易理解 但是透过剧团精心设计的 童言童语 防撕烟和连人的观念 也能够深知他们的心中 长有线新闻陈燕任桃园采访报导